真的覺得 一定要靠香港才能夠賺取外匯 那就是要香港做好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 夏寶龍下來那次 都不是中央認為 事實就是這樣 到2019年之前的數據都是這樣 你不叫不行 因為外匯真的是靠香港找回來 八成啊 其實現在都沒什麼用 因為 現在你什麼上市那些 現在還有沒有人排除上市 沒有啊 昨天陳健波對著港交所的主席 陳奕廷發爛詐 說為什麼那些公司一上市就馬上插水 但又這麼說 今天你會看到那個牆是繼續老千花的 有一隻大陸叫天穗水泥一二五二就說 在臨收市之前突然之間跌九成 真是神經病的 你證監不查的 其實現在你整個市 香港的股市 現在就是惡性循環 你香港的股市和現在說 你說盧文端 就是出篇文 然後大家在那裡 大家在那裡揪差 一模一樣的 大家只不過是形式化走去做戲 而不是認真走去做事的 我昨天說 那個梁家璋 他就說那些鬼佬已經不靠香港 因為在香港就已經有很多次了 已經是不敢再買港股了 這個嘛 梁家璋 其實不用梁家璋說的 全世界最大的聯邦退休基金 已經在說不買不碰你中港股票 你已經死了一半了 香港 不是 但他作為一個香港人 他這樣說 零時有說服力的 這個上市公司商會主 就是梁家璋這樣說的 投資者不敢再入市 因為你香港是老千股來的 證監又不做事 我想就算你賭灰 他都不會理你的 那你最後怎樣呢 你又是大陸股來的 大陸股你現在 你說股 你為什麼要買H股 不買AA股 因為那個股值比較淡 以前就覺得股值比較淡 那為什麼股值比較淡 因為證監 他覺得證監可以幫你做守門員 他可以反映到那個實價更多 所以你覺得買H股就比較划 現在反過來 中證監是在做Vissel Blower 中證監才做守門員 香港證監是廢的 很恐怖 證監又好 證監又好 ICAC也是 所以我看到ICAC今天死了人 是嗎 是啊 有個領導層死了 執行處處長何景洋 這個人 胡英明真是慰問家人 任何人死了都應該是慰問 但是好像沒有什麼影響 但今時今日 廉署我們經常都說 廉署 這個人是 做了28年 就是 力這個廉署的輕衰 其實是看著廉署壞 不是看著廉署好 而是看著廉署壞 其實是 是吧 八穩六年代開始 當梁振英 UGL 是沒有到的 已經知道廉署是怎樣的了 沒什麼用 你現在 講回港股的問題 正正就是 大家都覺得 香港 你做不好的法治 法治上面的維護 大家都看穿了 這是騙子的天堂 香港股市 就不來玩 你不來玩的時候 你吸不到外資 吸不到外資 但騙徒依然會來 因為你還有一個朵 叫做國際金融中心 但你搞一下 真的沒有什麼外國人來 沒有什麼外國人來的話 就沒有生錢來 最後就是自己有 就是糖水滾糖魚 糖水滾糖魚 最後就是自己有錢 就是跟大陸一樣 但你在香港 你又在給一國兩制的Premium 是吧 租金也好 上市也好 全部都貴大陸一折 反正都是中證監作主的 而你大陸出事的話 你起碼在大陸 直接找中證監 都還行 但你在香港找國證監 幹什麼 他們有什麼 沒有玩 他們哪有敢動 證監會自己裡面 也有黨位 不要說 有哪有敢動 沒有 現在證監會 一個二個都是主犯仔 香港立法會已經變了主犯仔 你現在有什麼完善選舉制度 立法會也好 區議會也好 跟著又搞國安法 所有事情 以前行之有效 作為一個現代社會 不是說政府一部分 但是 做一些把門員的角色 在共產黨這些單位 是不值錢的 在大陸來說 ICAC怎麼會獨立一個部門 怎麼會獨立存在的 大陸沒有的 大陸所有的 under黨位 就叫做政法位 政法位 就是三權合一 哪有分立的 對付外人就是政法位 對付自己人就是中紀位 是啊 所以最後你不信法治 就信領導 最後就要看上頭的面積做人 所以沒有說 是對人不對事 大陸就是習慣做一種 對人不對事的態度 的做事方法 這個就叫做人治 而香港現在變成這樣 那些港股 沒有純正的港股 有都是那些 你現在不是香港的地產股 最多就是 什麼狗倉 就是長室這些 但是這個主流 都開始說不穩陣的 這一幫人 對 你主流 都已經變成了什麼 都變成了大陸股 騰訊 那些 嗯 是吧 那你沒辦法的 現在玩科技 才是真真正正正的大茶飯 是啊 所以你現在 沒得救的 你不是看著它 現在說的是 歐珠五國裏面的希臘 那個交易所 都比香港還好生意 那些恐怖 因為你上市 你自然就是想 找多些不同的資金 支持你本業去做生意 問題就是說 你現在用回馬 馬時坑的說法 他很準的 就是叫做香港的格局 就是叫做什麼呢 叫做腹背受敵 既有自己的問題 有國內的問題 亦都有國際的問題 三方面 腹背受敵 自己的問題就是國安法 一國兩制已經不存了 已經殘廢了 已經被人廢了武功了 接著 大陸的問題 因為你現在 你上市的都是大陸股 你上市的大陸股 然後呢 他現在就想側很多 那些什麼生產力 那些東西 就下來香港集資 所謂香港的功能 就是大灣區的功能 就是繼續發 就是繼續去發揮 白手套 對 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 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 尤其是 他是幫那些生產力去集資 問題就是 你現在中美關係惡化 就很嚴重 因為你以往 大陸你怎樣發展 就由得來 你香港上市 你會有一班的 Ibanker 大摩 細摩 很多 City Bank 幫你包租也好 幫你做數也好 Due Diligence也好 然後就幫大陸 Trimerica 以前有所謂的中美共治 Trimerica 這個 連體英的關係 Trimerica的兒子是誰 就是香港 香港可以上市 就是發這個中美 中美關係好的時候 香港就能發達 因為 你香港上市的就是大陸股 而大陸股在香港上市 就是拜香港的遊戲規則 是美國人信得過 美國人又有錢 現在問題就是 當美國 好像昨天 我們說過 阿耶倫這樣說 喂 你現在的新生產力 那些什麼東西 新三陽 又說粗口 真是不好意思 新三陽 是大雜蟹 大雜蟹新三陽 即是那些什麼呢 新生產力三樣東西 就是那個 電子車 太陽能 電能車 太陽能 還有生物科技 那些什麼 AI那類東西 那些東西 你現在想玩量產 你玩量產的話 就是搶別人的工業職位 還有新工業職位 現在你這樣去 即是叫舉國體制 去扭曲了 整個國際的市場經濟 去力量 應該這樣說 是由高科技層面 去到低端魚 你只不過是CN那種 買衣服的 都在輸出通縮 都要玩殘你 是 但這些都算 即是那些叫做 製造物品 Consumer goods 我的意思是全方位 是由戰略性的東西 去到Consumer的東西 都要玩殘你 以前 如果你說Consumer goods 是華資來的 他還可以去買你的東西 我本身是美國通脹的 如果你有Consumer goods 是輸入的 我可以買便宜的東西 那我便宜 以前美國就是 很歡迎這些 很便宜的Consumer goods 但現在不只是Consumer goods Consumer goods 你是去到汽車層面 去到最高端的工業產品 工業製品 你是搶了別人的 很高端的行業職位 你的工業法 你是惡意跟別人的工業職位去競爭 以本傷人 所以去到這樣的情況下 耶論很強調 我想跟你搞好關係 但現在你逼我 你現在逼我做事 你現在要逼我回應 兩個Party 第一 第一 就是那些工人 車廠工人 以及那些相關企業的工人 第二 就是那些老闆 你搞到他們自己都沒有生意做 給你做 你威風了 然後 因為你大陸不行 所以你力谷這些 新產力的工業製品 你搞到搶爛市 然後最後 你還要是 反客 反客為主 其實就等於高鐵 以前大陸的高鐵是抄誰 是抄德國西門寺 抄德國的池原浮列車 最後你變成 你一帶一路的黃金名片 頂你的肺 你這樣跟別人搶 有一次就沒有下次了 所以現在別人學精了 喂 現在你在香港上市 你幫這些企業集資嗎 你還幫這些企業集資 然後要我們美國人的資金幫你買嗎 那是什麼 你真是找我笨賊 你叫我資助你 然後搶我們的就業職位 不要開玩笑 如果你以前沒有做得那麼盡 我就隻眼開隻眼閉 現在你去得太盡 問題是 你去得那麼盡 你就不要當我看不到 而事實上 其實今年是大選年 大選年來說 特朗普一定打中國牌 他打的中國牌 就是現在拜登的 拜登的無能 就是我的本錢 因為他對中國無能 就是我以前 我對著中國 是打得贏中國 中美貿易戰 迫到他跟我簽 這個中美貿易協定 是你跟我 execute得很差 所以才失敗 如果拜登 你要跟習近平說數的話 其實特朗普就是他的王牌 特朗普就是拜登的王牌 明白嗎 只是這樣說 你現在 你逼到我 你現在逼到我 就算我現在 你當我善意也好 不是我想跟你為敵 我都不想跟你脫勾 問題就是 你現在去得太盡了 工又要 錢又要 這個世界沒有那麼好處 既要又要還要 那習近平真的是這樣 你借香港來集資 你想賺我的錢 你叫我投資你 然後搶我的就業職位 不是那麼旺溝 有一次就沒有下次了 所以 什麼叫做香港腹背受敵 我們就要看回這個大環境 以前活動的事情 現在已經不活動了 而習近平還是活在過去 還是以前華為那一套 現在人家 就忘記了 就再重新給你玩一次 而習近平本身是沒有排開打 來來去去 又偷又搶 然後 彎道超車 偷完你的東西之後 舉國體制 然後以本商人 用回自己的市場 的規模 然後搶你工 現在又不是 現在習近平又找到一件新的東西 不過就不是對美國 而是對歐洲 如果你有看德國之聲 他今天出了一份報道 就是說 現在俄烏戰爭裡面 烏克蘭陷入了困境 但是 歐盟 尤其是德國裡面的軍工廠 就因為生產子彈裡面 一種叫燒酸棉的一種材料 主要的生產地點 就來源於中國 那中國那邊 如果你跟歐盟之間 那個的貿易關係 因為這個電子車問題 就做得不好的話 那他那張單 就先拖一下你 你這樣拖下去的話 對普京來說 都非常之有利 結果歐盟那邊 現在都開始有點頭痛 那究竟我跟不跟美國 打貿易戰好呢 這樣 可以不打 當然是不想打 對於歐洲來講 一向都很噴春 歐洲和美國是兩樣東西 美國為什麼不噴春的原因是 第一 美國有個機 美國自己 因為他的軍事基地的關係 他容易找東南亞 容易找其他的地方 去轉移生產線 連歐洲本來都應該 用美國的那個網絡 可以做到 但是美國另外 更大的優勢是什麼呢 就是美國自己本身 有一個很龐大的生產福地 歐洲沒有的 這個是個大問題來的 嗯嗯嗯嗯嗯嗯 歐洲原本大的原料提供福地 那個叫俄羅斯 歐洲原本有的大的生產福地 叫中國 那現在是講解這兩個地方 都可以發你爛詐的話 那歐洲其實可以講解的 那個條件 是比美國差很多很多的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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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就好了 那就剛剛